哇 沒死啊 真沒心 哇 有點尷尬 哈嘍大家好 我是阿亮 今天要帶來的是一場 亥犽在巔峰賽上面的 實戰教學 那奧義的部分我選擇帶的是 覺醒經理龍爪 基本上大家應該都帶一樣的 魔紋的話我是帶小精靈 因為我覺得 小精靈讓亥犽的前期戰鬥能力提高很多 那每一場遊戲開始最重要的就是分析雙方的陣容嘛 對方對我的威脅 其實他們的輔助對我是沒威脅的 我特別好殺牛魔王 其他的話呢 我就要特別小心一點 例如克里希可能會瞄我啊 或是金 一直消耗我 我會受不了 那現在他可能要死了 因為我們花客 哇 完蛋 他這沒拉到有點傷了 我死了 啊 這邊如果他拉到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打得過的 那一開始就相當的不順利啊 跟輔助的搭配有點沒有做好 這個地方隊友都死光了 我們中路兵可以蹭一下 需要把剛才損失的賺回來 原者效忠 可以做出同家之物 牛魔王打我們 我們也不用理他啊 你知道嗎 這很重要 這邊井還想清這個兵 有很高的機會就會死掉 還是沒拉到 那沒辦法 這盤因為我們前期這個劣勢有點大 所以我們要等到很後期才能適合 發展到這個局面 說實在的 非常難受啊 我的經濟只有1300 這個17點打團戰 我們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生命 我們只能繼續農 能農多少賺多少 然後看能不能Carry這個遊戲 其實他們的主要傷害還是來源是魔攻啊 魔攻是他們主要的傷害 我完全換不移他 他太痛了 因為我們前面真的太劣勢了 所以這個17點只能 就是慢慢的農 看能不能把經濟農起來 是不是我們唯一的技能 他這邊拉一個我們是可以殺的 如果拉到的話 拉牛也可以 他硬要拉那個太沒意義了 他拉牛我們是可以打的 這個17點雖然我們是020 但我們經濟算是隊友裡面最高的 我們還可以再農 這邊還農得了 可以拉到嗎 有 他不敢啊 那也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這地方可以吃到龍算是一個很不錯的補 啊 有拉到 那這個死了 可以啊 他這邊終於是開壺了 6分鐘開壺了 夸克 這邊我們就農會起來了 因為 這個擊殺是蠻重要的 喔 這邊要死 OK 我星星有解掉 所以這裡可以殺 這牛可以死啊 不知道在幹嘛 我還有強化恢復在 我不怕 唉唷 這邊就是有點翻盤的跡象囉 我們農出一片天了 看一下紅還多久 30秒的話啊 30秒我們就要營運這30秒 我們先 清了中兵 然後再去吃紅 是不是剛剛好 非常完美啊 我不會跟他打 也不會推中塔 我要吃小野怪 然後吃紅 這是我的目的 我好像可以幫一下 這裡轉得非常好啊 我完全不用怕 我只會點到底啊 屬於活下來的人 OK 剛才那個位置夸克吸得很好 他這個閃失我有看在眼裡 OK 這盤的翻盤機率已經是大幅提高了 變成說我們是優勢方 這個地方有很多選擇啊 這個裝備可以選擇很多東西 那我覺得出仙靈會好一點 因為他們的主要輸出還是魔攻為主 我比較怕的是魔攻啊 其他的不太怕 這個位置我不太好輸出 我必須等一個機會 那這克里希是可以 還可以再農一下 還不用急 我們裝備可以來得更好 這位置可以蹲 我們可以殺克里希 OK 他失誤了 哇 很可惜 我已經打他全標了 可以 這個景已經大失誤了 他死掉了 這牛我可以緩到 他標不到我 我不用怕 這個來給的 這個來給的 我清醒還在 所以我完全不用怕他 我倒是怕克里希彈我 彈我的話我清醒可能我怕來不及解 我這位置可以先打他們一盾 可以打他們一個消耗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射就夠囉 要記住 這射一下就夠了 他們就會退了 那這邊可以出個復活甲 準備轉一個大門 隊友出事了 哇 沒死啊 這克里希 哇 有點尷尬 還可以喔 OK 哇 我這個轉沒有把克里希轉死是有一點尷尬 哇 稍微 做得不太好 可以做得更好 可能可以買聖劍提高傷害 或者是說 買 復活甲 降低轉的風險 我們可以打得更好 這時候趕快集結隊友 call他們要吃這條龍 這很重要 緊急在戰鬥肉頭我們直接開 不用考慮 這地方人來就可以打了 開團戰是沒問題的 下路打起來了 我們需要聚集員 先殺這頭牛吧 牛死吧 他想疊我第五層 也不知道 現在我的重點可能是要轉死這個井 我把井轉死之後這團戰就很好打 我復活甲還沒買 這可以打 哇 他凝霜啊 開得好 那這邊上路可以有多打 OK 死一個 這邊一兩個可以打 牛可以先打 不用直接殺武器 OK 這打得很漂亮 我們趕快拆掉 可以嗎 拆掉了嗎 你的隊友已經破壞了一塔 你隊友已經破壞了一塔 你的隊友已經破壞了一塔 他打不住了 這牛可以先殺 不用怕他了 真的好硬 那就結束了 OK 漂亮的逆轉這盤 就前面那個夸克有一點稍微的跟我 應該說我跟他配合稍微的有點差啦 沒有配合的很好 就是我覺得他應該可以抓到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以打贏 但是那個出勾一沒抓到之後 變成說我們直接打輸掉 那前面就很尷尬 可是你們知道前面在逆風的時候啊 也不需要去太緊張 你們只需要認真的開始農 對不對 我們如果前面可以順風 我們就這盤就打得讓一點 盡量的去碾壓對手 那如果前面是逆風的時候 我們就打得龜縮一點 你看我農到中期的時候 自然而然我的技術就可以 打出那個金錢的價值嘛 像是這盤我開局是020 然後對方可能是2800的時候 我好像2000吧還是1800 其實這是蠻大的差距 那他農的沒有我好 當我6000 7000的時候 我確實是經濟是贏他的 那就是他打得不好 他們沒有把握住他們的優勢啊 OK 這是我的亥犽實戰教學 那喜歡看什麼教學呢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會考慮一下好不好 OK 拜拜 拜拜